非常高兴来到我们座谈的时间 我们刚刚听到四位语谈人 非常深入跟精彩的报告 我想我就把这个报告 因为我们现在只剩下15分钟 所以我要必须很精简地 来做这一场座谈的部分 我想我就把刚刚的报告 分成两个大的面向 先是邱富主委和佟清平老师 他们大概是从建制气候变迁的 风险资料库的角度来谈 不管是从政府的经管会的角度 来推动绿色3.0 还有是佟老师从学术界 可以怎么样来加强这个资料的品质 跟它的应用 所以我想这个是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资料 available 而且可以affordable 给所有的人都可以 产业都可以应用 然后那佟老师是从这个资料要怎么样去 accountable 它是有好的品质 可以去把实体风险和我们的转型风险 都能够反映出来 而且能够创造我们的智慧 那接下来就是两位来自业界的林副总 从KPMG的这个应用跟治理来谈 然后还有郭总是从台北副邦的企业 他们的应用也跟他们的管理治理有关 所以这个在KPMG的话 主要就是探讨资料揭露的品质 还有怎么样去做这个整合分析 比对 这一方面 他们有非常多的经验 然后郭总的话是从这个富邦 在这个绿债发行 绿色投融资 怎么样去设定这个成长的目标 然后怎么去做各种评估跟评鉴 然后能够去把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金融业 对于这个绿色转型的贡献 能够从有到好 再就是说两位这个业界的 从这个应用的角度 就是说我们有了资料 怎么样让它能够发挥它的功能 所以我想今天我的 可能要把这个时间就留给四位雨滩人 我想前面两位雨滩人 因为是从无到有 所以我想如果说从这个未来 我们这个资料的品质要从有到好 那这个从品质上来讲 要怎么加强 然后还有这个在整合界接 这些平台跟资料的整合上面 要怎么来做 不管是从官方或从学术界 有哪些分析的工具指标 和怎么去比对 这些方法论 怎么去加强 我想请教前面两位雨滩人 来谈一下 然后再来后面两位 企业应用上已经有一些 从有到好的经验了 那么如果反过来看 在政府跟学界上面 能够还可以帮忙在界阶 或在规范上面 或者是在应用价值上面 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一些 需要我们在转型过程中 需要加强的部分 所以我想就依序 从这个邱副主委来谈一谈 然后还有佟老师 然后接下来是两位业者 那我就请邱副主委先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因为今天这一场很重要 就是如何用可信赖的 正确的资料 来做我们这个管理上面 实作上面的一个基础 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 从这个观念到实际的行动 这种资料的基础 就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过去 依照过去呢 很多我们做风险管理 因为不管产业也好 金融机构也好 有一个cycle 所以过去的经验值 过去的这个 不管是损失率各种方面 作为未来的推估 我们都很有经验 这种经验 就是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风险管理上面的一个基础 但是刚刚大家知道 这个气候风险管理 它的时间很长 它是过去没有这种经验值 它不是我们看到 企业有这个cycle 可以作为它的这个 哪一个cycle 期间 它的经济的指标 它的失业率 它的违约率是怎么样 有这样子的一个基础 作为推估 所以在未来这个推估 时间这么长 第一个波段是2030 然后2050 所以目前我们在这个资料的取得的部分 在2050年的这个 所谓大家目前在作业上的这个推估 各国都觉得 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参考性 因为时间太长 资料很有限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通常也不会作为金融业资本计算的来源 纵使以2030年作为一个基础 所有的相关的推估跟压力测试 目前各国也是作为一个情境分析的参考 没有作为一个这个资本计算的一个来源 所以先告诉大家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资料为基础 一个精致的过程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因为还有产业的适应 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有序的转型 所以在这个资料的来源的部分 我们是从这个目前可以收集的资料 然后在这个自愿性揭露的资料 还有国家相关的各部会的资料 跟产业揭露跟智库或是学校的相关的研究 各种资料作为我们这个基础设定情境分析的来源 那逐步这个资料会越来越正确 越来越充实 为什么 因为是各行各业都在做揭露 而且揭露的部分 从这个自愿性变成法规性 而且全世界各地的产业都有相关的资料 而且可信的资料以后 不管是average你是above还是under 还是你是在哪一个阶层 你马上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判断 它这个可信度的比率 它这个基本资料的品质 这个部分我想 这个资料就是会逐步的充实 在这个过程当中各界要努力 但是我们追求的是有序的转型 我们就是逐步渐进给企业跟金融机构 跟各行各业一个可执行的一个入境 大家循序渐进来做 谢谢 想不到我还有说话机会 我补充一下 我想从五点来看 第一个其实定义 定义其实是最常被忽略的 由于金融业我举例来讲 比如说供应链 我们现在是中好企业 那现在大家都讲禁领 可是如果它是苹果供应链 它单独就服务苹果 它只被要求碳中和 碳中和可以买底换品证就抵消掉了 你要求它禁领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它不需要马上做这件事情 但它长远来讲降低碳牌 可以增加它的竞争力 没错 可是它利息的风险是 碳中和不是禁领 所以这个要界定清楚 所以定义什么叫禁领 什么叫碳中和才能影响政策 碳只是一个指标 而不是用碳的这个指标 来做所有的判断的几句 我想这是第一个定义要清楚 再来是防灾跟气候变迁 到底你做的是防灾还是气候变迁 气候变迁产是比较长远的未来 防灾我们一直在进行 这个定义不一样 你做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你写出来报告不一样 你决入公司自己也都不一样 再来我觉得第二点 我要谈的是科学基础 所有东西都要有科学基础 那科学基础就是 很多要必须具有物理性的科学基础 可是科学基础是重要的 可是也带来一个问题 其实同样跟我一样 做水相关的老师 两个老师做出来的结果 可能完全不一样 我们都对 没有错 因为用不同模式 用不同资料 做出来的结果 可能淹水资料就会不一样 刚刚的情况就会不一样 好 这牵扯到第三个问题 有没有办法一致性 所以刚刚才第二个是科学性 第三个是一致性 第一个是正确性 正确性 科学性 一致性 到第四个呢 我觉得要完整性 其实现在很多的碳排 是不是有完整的涵盖 或者实体风险 有没有清楚的揭露 我觉得完整性也是很重要的 最后一个其实是国际性 刚才其实林副总提到 有些厂商说 我的资料在大陆 甚至有些不一定 不只在大陆 还有在其他国家 越南 那我的资料库 不是只有台湾资料库 我如果要台湾 做国际化的贸易 这些厂商需要国际资料库 那这些从SMP 这些就可以满足吗 坦白讲他们资料库 刚才林副总提到 其实是有限的 那事实上我们如果做好 这资料库 不仅帮助产业 其实台湾的资料库的产制 会变成是产业 所以资料库本身是一个产业 那它完整性就enable产业 所以我想这个 整个国际性其实很重要 所以我简单讲 其实未来在资料库上 一个是正确性 正确定义 要科学性 科学基础 然后要有一致性 就是不能不同的人 做出来结果不一样 第四个我要完整性 第五个就叫国际性 这以上谢谢 谢谢主持人 刚刚我在简报里面 特别有针对资料跟数据品质 大概做一些问题跟分享 那我想稍微再深一点 就是比如说像PCAP这样子的一个 在计算投融资的一些资料的时候 它大概会怎么样依这个数据品质 然后去看我们的这个等级 通常大概会分成两大类 第一个类别是已经有 available的温室气体 或能源揭露的数据 第二种就是完全没有的 那available的又分成 两种不同的等级 第一种就是我们刚刚都知道的 你从TJ 你从Bloomberg 你从MSCI 这些available的资料库 都可以查到碳排的 那这个就是 以实际数据为主 那第二种呢 就是没有资料的 但是你还是要算 所以算的话 实物上大概怎么样算 去掌握这个资料 也是一样可以分级 品质最好的 当然是Leverage 这个碳足迹的资料库 那以碳足迹的资料库来讲的话 你就要推算 推算的话就要用产品的产量 这样 那接下来呢 才是用Gratsby 就是用这种商用不动产 如果你要评估的是商用不动产 你可能要用楼地板面机 然后去推股 那你会得到比较好的 这个碳排数据品质 那接下来呢 才是像用营收去推股 那这种一些相关的方法学 包括像PCAP 或是S&P IQ 这一些相关的一些数据资料库 其实都可以有 但以上的这一些品质 跟数据来源的分类方法 其实在内部里面来说 因为这个东西 大概已经是一个整合性的工作 所以还是要去建立内部的SOP 跟作业规范要求 这样子才有办法 对焦就是每一次的时间 范畴资料的范畴跟边界 还有计算的方式 是不是每次都算一样的 而且现在还有assurance的问题 所以会有资料留存的问题 然后呢 结合到本身的内部控制 所以这是实物上 大概我想跟大家分享 时间有限 我最后再做一个 从金融业者的角色来出发 刚刚提到这个资料的 一致性正确性 我想我们站在金融业的角色 在这方面的contribution 一定可以很大 也期待跟各个 不管产观学 各个研究机构 一起来交换这样的资讯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在金融业角色对这种传统的风险模型 其实我们风险模型又乱了几十年了 看公司的这些财务资料的变化 看这些产业的变化来影响这个风险模型 我们这个很有一套 可是现在碰到这个风险的 这个气候风险的这个因子进来 大家真的有点 很confused 所以也期望我们这个跟产观学这边 可以在这个风险模型上面 这样把气候风险这个因子加进来 怎么样的 不管是台湾的气候风险 还是因为客人其实在全球各地都有投资 都有operation 它在海外的气候风险怎么样一起拉进来 因为这个对客人的这个信用评级 对我们银行的这种 不管在营运的政策上面 或者说在这整个银行的 这个expective loss的大小方面 资本基底方面的影响都很大 我们也期待这方面来 跟各界一起做这个风险模型的一个优化 谢谢四位与谈人 非常精辟地在深入地说明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是 很多重性的风险 气候风险当然是最重中之重 今天从四位与谈人的谈话里面 我们大概了解 我们怎么样去运用 我们从无到有的资料 然后从有到好 我们可以去怎么样地去把它应用在 解决我们这些所面临的这些挑战 跟风险的问题 而且能够创造出我们未来转型的机会 跟很多很多我们在智慧应用上 可以发挥的商机 所以我们就再次感谢四位与谈人 然后我们这个场次就到这边结束 也非常谢谢主办单位的安排 也谢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不好意思今天没有时间让大家发问 那我们可能会后有时间再可以跟 与谈人们交流 好 那我们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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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